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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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在台湾的东方海面25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目前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 那它未来的入境呢 大致上会比这个煤沙台风 在离我们更远的地方的时候 就更早北转往日本方向前进了 所以未来还是请大家留意气象局最新的天气讯息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好 谢谢陈一秀预报员的提醒 今天金城收盘的美国股市呢 大部分的指数都是下跌的 唯一上涨是纳斯达克指数 今天由银行股拖累了今天道琼 还有试探部指数的一个表现 不过其实这两个指数呢 它们已经创下了从1980年代以来 最好的8月份的表现了 今天收盘行情方面 道琼跌223点 收在28430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扬了79点 成为11775点 史坦布指数跌了7点 成为3500点 费城半导体呢 今天跌了3点 成为2260点 大家好 我是张庆林 10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用10分钟时间快速了解 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 好 今天报纸真的没有例外 主要报纸满满的都是美中台关系 那么苹果日报也不例外 我们先从自由时报头版头条看起 提到的是美国的亚太驻卿 史达伟所宣布的 启动台美的高阶经济对话 好 蔡英文政府呢 他们宣布松绑美猪美牛进口之后 美方昨天所做出的正面回应 宣布呢 要启动新的高阶年度经济对话 要全面的探讨台美经济关系 尤其是在半导体的供应链 医疗跟能源这些领域当中 那么AIT也说明说呢 这个对话呢 会由他们的美国国务院的 经济次卿来主持 那么这算是蛮高阶的一个对谈 昨天呢 美国国务院的亚太驻卿 史达伟呢 他其实有参加一个 美中那个线上对谈 那我们的王美花经济部长呢 也有参加 昨天呢 史达伟他也在这个研讨会上 谈到了最新的对台政策 他说美国到现在 仍旧以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 华盛顿跟北京之间的 三项联合公报 还有雷根总统 在1982年的 六项保证备忘录 作为对台政策的一个指导 那么他强调说呢 六项保证到现在 依旧是有效的 昨天王美花部长呢 也特别提到说 台美之间关系 未来希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他说希望各界能够支持 台美之间的 BTA 就是双边贸易协定的一个洽签 他并且说台湾方面 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 看到昨天 其实美国还有个动作 就是今天 苹果日报做到头半头条的是 AIT呢 他们解密了两份电报 这两份电报呢 其实就是表示 美国的强力力挺台湾 好 第一则电报呢 这是 当初呢 阐述说 美国对台军售的性能跟数量 将要完全取决于说 中国大陆所带来的威胁 那么第二个电报当中就是 美方名列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那么其实呢 也就是这样的公布解密这个电报 也代表对于台湾的一个支持 好多时间看到在联合报 还有在中文时报头版当中都看到了 昨天我们的这个国防部 所公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国防部他们公布了 最新的109年中共军力的一个报告 好 那么这个报告当中也提到说呢 在这个国防部的分析说 中国大陆如果对台湾动武 那么受限台湾的地理环境 跟登陆载具 还有后勤的能力不足的关系 所以呢 尚未完全具备全面犯台正规战的一个能力 那么这个是有关于这军力方面的报告 不过其实我们国军 昨天呢 国防部也首度公开证实说 共军每天都有派遣海空军的舰艇 跟战机在台湾海峡中线 就是针对进入海峡航行的美军机 跟这个军舰方面是 逢舰必跟逢击必查 尤其是共机在今年已经两度蓄意的 跨越了海峡中线 企图打破海峡中线的默契 国防同时也研判 共军恐怕会常态性的派机舰 在我们西南的海空域这边来一个活动 那么我们的一些应处 包括人员的负荷 台海的防空安全 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跟挑战 那么提到了这个在军事方面的威胁 我们看到了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 在昨天所发表的一篇 题为需要给蔡英文当局的一个 根本性的警告的这篇社论 那么这篇社论当中是说 他们发现说 美军有一架这侦察机 电子侦察机的行径非常的诡异 所以他们怀疑说 是从台湾这边起飞的 所以这个社评就说 如果台湾跟美方已经做了 美国军机在台湾起降的安排 那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 这已经踩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红线了 说如果掌握到确切的证据的话 就可以摧毁相关的机场 跟降落在这个机场的美国的军机 那么代表的是 台海的战争就会就此开打了 所以这个《环球时报》就说 大陆方面应该找一个适当的时机 来实施一下解放军的战机 飞临到台湾岛上空的首航 那么这个时机 他们建议说可能是抓到什么把柄 比如说有美国军机 其实在台湾降落 或者是说 美国有更高层级的官员 访问台湾等等 那么那时候他们就可以顺理的成章 来进行所谓台湾岛上空的一个首航 昨天看到了《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 他们是中共的党媒 那么这些这样的一个评论文章 也有它的参考意义 好 接下来这个《苹果日报》的头版当中 也提到说 其实最近的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非常好 像是这个解密了 他们两个电邮 当初的这个电报的情形 那么其实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就分析说 这是要传达美国是台湾可靠的伙伴 要明确的承诺在两岸冲突的时候 持缘台湾的一个做法 那么要制衡北京的野心 那么学者说 美国对台湾的整个战略 已经从模糊慢慢的走向 清晰这样的一个道路了 好 看到到美猪的问题 美猪美牛 起在国内这几天 是非常大的一个议题 昨天卫副部长陈时中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那么大家就问他说 到底我们开放美猪美牛的放宽进口 到底是换来什么呢 陈时中说 是换来台湾的国际地位 他强调说 不会损及到我们人民的身体健康 也希望地方不要为了小事情来扯后腿 好 我们政府其实昨天也做了一个公布 就是说这开放 更进一步的放宽美猪美牛 评估说吃好几辈子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不会有危险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 挂保证 可民众能够放心吗 其实政府也说 我们会有要求一些标章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是产地是来自哪里的 其实都应该要清楚的标示 但是民众就问说 那比如说像这个大肠面线的大肠 你怎么去标示说 它的产地在哪里呢 好 陈希中的说 这个拿美猪美牛换国际地位 但是猪农们他们并不领情 他们担心的是 自己的产业受到冲击 所以说如果不收回成命的话 他们就带着猪崽子上街去抗议 好 现在蓝营方面呢 国民党也批说 这黑心政府不顾人民的健康 高呼中央不做地方来做 所以宣誓要启动地方自制条例的修法 将猪肉跟加工制品 不得减出瘦肉筋要纳入 地方食安自制条例当中 那么下一步不排除 也要上街去抗议 好 地方跟中央如果不同掉的话 叫做一国不能够两制吗 绿营立委就说 地方规定零减出的话 恐怕跟中央是对着干的话 是与法不合 昨天看到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他已经跟中央喊话了 好 你说呢 希望这个教育单位的 多多使用的是台湾的猪肉 但是请问官员们 你能够保证说我们的孩子 到早餐店去买火腿 或者是买三明治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能够把握他们都不会买到 吃到美国这边来的猪肉 有瘦肉筋的猪肉吗 那么你有把握把来源给管控好吗 好 大家其实还是有意见的 那么中央时报间在头版当中 有学者的说法 说开放美猪美牛 其实是要跟美方签署 FTA跟BTA的入场券 那么有人是这样的说法 不过有人说 这其实只是个敲门砖 因为一切还要看 美国的选举的一个结果 才会有机会了解 有没有进一步接洽的空间 那么美方过去跟其他国家 去谈FTA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过去 他们都非常的刁难 他们未来台湾 还会有更大的挑战 包括上健保的要价 智慧财产 还有服务业 农业等其他议题 可能到时候 也都会慢慢的浮上台面 好 现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当中 看到说川普的最近的民调 看起来拜登叫做开高走低 川普在很多地方的民调 尤其一些摇摆州 现在似乎他们又呈现了死亡交叉了 现在在一些摇摆州的部分 川普的民调看起来数字又领先了 所以现在就是说川普的连任 似乎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好 在国内今天的重头戏 会看到了这位是捷克的议长 那么他率领了个浩浩荡荡的访问团 来到台湾了 那是呢 现在就包括了 这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声音 大陆外长就说 挑战一中原则 这捷克方面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捷克外长说 你们这样的言论太过头了吧 他也召见了中国驻布拉格的大使要求来解释 好 那么这个捷克议长呢 他在今天要到立法院去 他要去发表谈话 当然呢 他是也是我们的非邦交国的这个国会议长 那么第一次在我们的国会当中发表演说 也算是有历史性的意义 今天联合报就提到说 这个这么浩浩荡荡的一行人来到台湾 史上人数最多 还有层级最高的访问团 免隔离 全程总共三次采检 第二次采检之后隔天就有公开的行程 那么其实看起来好像是来了这个金主爸爸 但是其实去年呢 全年台湾跟捷克之间的双边贸易金额 大概只有8亿美元左右 所以说其实看起来不是为了什么样的商业利益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就看谁最不开心 那么看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盟友大戏 比起贸易的理子 政治的面子才是现在最重要的目的 在社会消息方面 大家非常关心的是在南部地区高雄 这个国二的女生失联 那么也调阅到了她的一个通联记录 一直出现在台北的一些街头 那么她在新竹这边下车之后 现在有两个嫌疑人 一个就是在新竹接她的这个白排车的司机 那么她的一些言辞上的一些冲突 那么还有就是说跟着司机有通联的一个叫做保全人员 这两个男子是有重贤 这国二女孩子的事情现在这媒体也非常的关注 还财经焦点方面 《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有MSCI效应 台股外资连三卖 金额达到295亿元 昨天尾盘是爆量下沙 台积电遭到狙击 大盘的月线由红翻黑 另外iPad触控订单 台厂通包 寿险业第二季的身价看起来是暴涨1.27兆元 股债发烧 金融资产跟债券价值都是大幅的一个回升 还有看到人民币呢 升破了6.85块钱 创超过一年来的新高 还有这日盛经港商持股方面说要卖 那么在这个普丰要喊买 好这就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拜拜 千秋万事 庆腐笑